剛剛做出來的結果 你當然可以看到這兩個按鈕 你可以把它改變 比如說按右鍵 如果之前我們是按下去 是直接去執行那個串接跟清除 可是如果你要改變 假如說你這個按鈕 本來是按下去是執行上個禮拜錄製的聚集 那我現在改啊 我在這邊我是要執行我剛剛寫的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原來是指定串接的 現在不要 我要指定門號公式 那你可以再點選 然後把這個名稱一樣複製一下 然後按確定 把這個改一下好了 改的話也是一樣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這邊清除的話就門號 按右鍵重新指定 重新再給他名稱 所以名稱複製一下 把它改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完成我們要的結果了 有沒有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 但是像這樣的寫法 你想說老師 那是不是說我以後公式貼上去 這樣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是沒錯啦 可是像這樣的方式有個缺點 就是說呢 因為你這個公式 其實相當冗藏的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實際上存在eSale裡面 本來其實是 就是幾個手機號碼 但是因為你放了很長一串公式 所以勢必呢 你存在eSale裡面的資料 也是存什麼 存公式 存上面這個東西 而不是存裡面的電話號碼 所以相對的 你會發現 尤其是你那個公式會越冗藏的話 你一執行的話 將來存檔 就會變得很大 因為之前有同意說 是為什麼我一存檔 檔案很大 因為他會用丟公式的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你丟公式 執行的效率也會比較差 所以 再來的話 VBA有第二種寫法 就是呢 我不是直接丟公式 而是直接 在VBA裡面先運算好 結果 再把它丟出來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執行給各位看 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剛剛寫的 那這個是等一下我們要寫的 你會發現 有什麼差別 這個是第三段 這個是還不叫門號 輸出的結果有沒有 你會發現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儲存格裡面 存的東西 就變成什麼 奇怪 它裡面怎麼放的是 它的電話號碼 而不是剛剛的一連串公式 所以得到的好處 第一個 它存在以Sale的資料變少 第二個 執行效率也會比較快 所以 兩個寫法 結果都OK 只是說 第二個 第二種方法 也有其必要性 那我們要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 你想說我要怎麼輸出的時候 就會是結果 而不是公式 那做的方法 其實跟剛剛有點類似 我們就是第一個 先打底下 增加一個 叫做Sub 名稱我們就不取了 後面公式不要了 就是叫門號 Enter 那第二個 我要輸出的話 我先把它清掉 再清除 然後裡面應該放什麼 那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你可以先做一個 Sales 第二列的依然 也就是一二儲存格 那我要輸出什麼 等於 那它輸出的方式 就不是 之前我們是把公式貼上來 那如果裡面有雙引號 把它改成兩個 可是現在的話呢 我是要直接 在VBA裡面 預算好之後 丟出來 那怎麼丟 其實跟在Excel裡面 公式有點像 09 有點像這樣 你不用全部打完 如果你打這樣 09 輸出的話 你會換9 因為沒有0開頭的數字 自動把0去掉 那後面的話呢 串切 AND AND後面的話呢 應該什麼 0911 可是我要取得的資料在這裡 那我要怎麼把資料 先放在這邊 串接完之後 再丟出來 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什麼 記得喔 你要怎麼指到這個儲存格 它是 Sales的第二列的F欄 所以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把這個儲存格的名稱 我的習慣是複製過來 複製是拖拉加Ctrl鍵 這樣有沒有 然後呢 再把它改F就可以了 那這樣不就是09 先把111有沒有 先抓到這邊來 這邊叫111嘛 然後再跟前面的09串在一起 串完之後呢 幫我把它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喔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應該是什麼 0應該也是 有沒有 因為裡面都是數字 所以它0就去掉了 那後面再減號 減號怎麼減 AND 一個減號 減號不是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多一個非數字的字圓在裡面的話 它的0就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它就把它當文字看待了 欸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後面我要再串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怎麼樣 在AND什麼 AND 那這個有點像 這個 之前的公式 Essale裡面的公式 所以我們講 AND 再來就是什麼 在這個 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怎麼指向 其實跟這個一樣 就是AND Sales 的什麼呢 I列的 第二列的什麼呢 居欄嘛 OK 那你輸出的話變成84 可是我要084 所以你就要想一個方法 怎麼樣讓它變成 把84變成084 那之前我們 Essale裡面是用什麼 用那個Test函數 後面是000 可是喔 特別注意喔 給各位一個觀念喔 就是VBA裡面呢 也有函數 可是呢 VBA裡面的函數 跟Essale裡面的函數 並不相通 也就是說 各自有各自的函數喔 所以喔 跟各位講一下 我再查一下喔 在Essale裡面的Test函數 有類似有一個 跟這個 在VBA裡面寫 也寫法一樣 可是它的名稱呢 不叫做Test 它換一個名稱 我覺得比較好 它叫Format Format Format不就格式化嗎 那我們怎麼加一個函數 很簡單 如果呢 你想要知道就是說 VBA裡面 到底有幾個函數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就打一個VBA 點 你會發現喔 點下去喔 它其實在Essale裡面 在Essale VBA開發 我覺得它還蠻人性化說 這個就物件嘛 點下去 它會給你 它裡面所有的方法 方法其實就是綠色的啦 其實也叫Function 也是函數 其中的話 有一個叫Format 所以你打一個F O 有沒有 Format就出來了 那我只要VBA點 當然VBA點不打沒關係 OK 這個可打可不打 好處如果打的話 它會提示啦 錢瓜糊 把84放進去之後 後面的話呢 跟Test很像 豆點 給什麼參數 0 0 3個0就可以了 意思是3碼 好 瓜糊 這樣的話我們就做完了 所以呢 利用Format 把84放進來 格式化成3碼 輸出 所以如果這樣的輸出 結果OK 我們看一下 我把它切過來這邊 那我再Run它一下 有沒有 084 顧名思義喔 如果後面H的話 那是不是說可以 把這邊的程式 AND一個-號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後面 把它怎麼呢 把這個驅桿H 比較好 這個道理跟上個禮拜那個很像 OK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那就變成什麼 007了 那我們做好一個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我今天要輸出門號的這個結果的話 那我其實兩個方法 剛剛第一個方法是輸出什麼 公式 有沒有 第二個方法是我在VBA裡面先串接好 丟出來是最後的結果 可是底下還有啦 當然你一樣的方式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要執行一個迴圈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FOR迴圈 放在上面 然後後面的話其實可以再加一個NAS 把它包在裡面 那做法跟剛剛一樣 就是把這邊怎麼樣 改成I比較好 當然現在如果執行的話 改變一樣 那 底下的話 我是覺得這邊比較好改 為什麼 因為這邊只要 因為它Sales裡面本來就是放數字 所以直接就放I就好 不需要像上面這根要用串的 所以這邊改一個I 這邊改一個I 然後後面這個再改一個I 那基本上呢 這個程式基本上就寫完了 改個I 好 那執行給各位看 結果的話呢 那就會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也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呢 裡面放的資料呢 就不會是原來公式 而會是最後的結果 那這一段程式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我寫好的這個公式 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5頁 這邊有 門號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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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